放马过来 昊玥 光斩剑 我的盾 不对 不到一千灵力 怎么可能劈开我的盾 一千灵力 难道我到四界终极了 去测测灵力就知道了 走吧 一千灵一十四点 真的突破了 你自己都没感觉的 没有啊 到底是什么天赋 才能连千天灵力的瓶颈 都感受不到啊 昊辰 你的先天内灵力 到底是多少 纳兰树那个家伙 他一直不肯告诉我 老师 我 如非必要 不要轻易暴露 你同时是 成界启士的身份 更不能暴露 你光明之子的身份 算了 这是你的个人隐私 你不用说了 别省得我受刺激 老师 我告诉你 林光照 这么谨慎 在我心中 您如是如赋 对于别人 我的秘密永远只是秘密 可对于您 我只是将秘密告诉了自己的父亲 如是如赋 我一生午后 现在倒也有了个好徒弟 老师 我的先天内灵力 是九十七点 九十七点 还不错 你说夏明 九十七点 你 你的先天内灵力 是九十七点 不 这不可能 你小时候明明没有这么高的灵力啊 那是因为我觉醒后 融合了圣隐灵卢 所以灵力暂时下降了一点点 还有灵卢 还是圣隐灵卢 自取其辱啊 老师 你没事吧 没事 灵光护案 一天可以激发三次灵光照 每次维持一分钟 老师 这太珍贵了 我不能要 这是为师送你的礼物 你马上就要参加猎魔团选拔赛了 虽然 只是入场劝的考核 但也危机重重 我希望你最好用不上 记住 我没有亲人 只有你一个徒弟 我会在盛城 等你凯旋 老师 我会尽快完成选拔赛挑战 去盛城找您的 光明之死 圣隐灵卢 浩尘 你会是人类 等待了千年 那个救世主吗 姐 干嘛 来得正好 快来看看我这身 姐 别丢还能穿呢 我的傻弟弟 你今天就准备穿这破烂盔甲去参加考核呀 看姐给你准备的新礼物 陈阴青凯 光明覆魔 姐 这很贵吧 不贵不贵 小意思啦 你祝灵力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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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错 我们浩尘长大了也更帅了 不枉您借我一番费心挑选 你再试试收回到空间戒指里 谢谢姐 我很喜欢 对了 我就说还缺点什么 咱们得去武器店找一把好车 走 这饼真真不错啊 一件核心集装备而已 也就比普通集好一点 更厉害 这饼还有魔法 灵魔 辉煌 传奇 世诗 不晓 甚至是生化集装备 这饼和之前那饼 我们全都要了 我的大小姐 这可是魔法级装备 可不能乱丢啊 还说你这是浩月城最大的武器殿 连一件灵魔级的装备都没有 灵魔级以上的装备 可就不是小殿这儿能有的了 不过 半灵魔级的 本殿倒是有一件 隆重为您介绍 本殿的镇殿之宝 光耀之盾 这可是大师手臂 用料 手法 那都是无可挑剔 更难得的是 上面可镶嵌了一块荣心之石 有这宝贝在 只要没被彻底破坏 甭管啥损伤 第二天保管恢复如新 这面盾牌和浩尘的陈银青还挺搭的 还不错 我要了 等等 这面盾牌 我也要了 以前跟我抢疯头就算了 现在盾牌也要和本小姐抢 真是不害臊了 李家路你再说一遍 什么都爱和人家抢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不可吃 那你凶致 又想打架 是不是